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 在天津隆重举行 四年一届的全运会 是国内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运动会 为梦想和荣誉而来的 体育健儿们 立兵莫马 论见金门 我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 开幕 全运会民健康中国 是本届全运会的主题 太极拳等十八个群众体育项目 首次跻身全国顶级运动会的战争 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 国家对太极拳运动的推广 可谓力度空前 红日出生 其道大光 何出浮流 以泻汪洋 青年制 则中国制 青年强 则太极强 从专业武术队 到高等院校 青春正好的年轻人 不畏艰辛 不如使命 为传承太极大道 孜孜不倦 蓬勃向前 大赛在即 紧张的备战氛围 笼罩着河北省武术队 随处可见的励志标语 时刻激励 并鞭策着弹 作为专业运动员 出成绩 夺金牌 则无旁贷 我们努力了四年 就为了决赛那么一次 无论是对武术 还是对全人会的话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情怀在 是我比赛的最佳年龄 我相信我也会表现得 更加出色 我有梦想 因为我想要那块金牌 我想要努力 每天都是我 最宝贵的时间 我要加油 武术馆内如火如土 全运会正式比赛前的 最后一场模拟赛 正在进行中 裁判 计分 全部按正式比赛流程 一丝不苟 拉拉队的呐喊助威 还原了正式比赛现场 热烈嘈杂的环境 河北省体育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魏欣焕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每一名运动员的表现 河北省武术管理中心 承担了一金两牌 武术套路的金牌是七块金牌 三十几个省去争夺这七块金牌 前十二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别说争夺金牌了 争夺奖牌也很难 其实能够进入拳运会决赛的 每一名运动员 他都是英雄 太极拳运动员俱文新 正在场下全身贯注的热身 作为河北武术队 唯一进入太极拳决赛的运动员 他将代表河北出征拳运会 五号上场 军云新他们这一批是河北武术第一批太极运动员 在上一届全运会当中他取得了第三名 那么在去年他取得了世锦赛冠军 确实在管理运动员 这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因为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好 也是劳损有伤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届 用一句话来说应该是冰雪聪明 心里有数 这个孩子就说是呢 从这个身材外貌到这个运动机呢 也包括内脏的功能都非常好 把他打造好了以后 觉得是有一种带有特色的女人 那所谓军心来讲呢 在天津的全运会他也是要去冲击奖牌 甚至于要去努力去冲击金牌 凯文聪 凯文聪现在不是最佳状态 还有十八天 我想这十八天够用 对于你来讲够用 我们竞技体育 还是要你的训练 你是什么一个状态 你在你的比赛当中 你表现的就是一个什么状态 军心今天也非常优秀 难度全部成功 非常优秀 表现也非常好 再继续努力吧 太极拳正式成为 国家体育竞赛项目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进 竞技太极拳 融会了传统太极拳的精药 保留了传统武术中 手 眼 身 发布等外部形态 但规则则进一步规范化 标准化 难度化 更适合现代体育竞技模式的 艺术表现和量化评分 那么作为竞技 太极拳也好 太极拳也好 它的视觉的冲击力 视觉的享受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说它是跟任何一个奥运会项目 可以去比美 可以去比它的更高 更快 更强 高难 新美尾都能达到 它具备有规范性 可比性 还有观赏性 在这一点上 竞技就不同于传统太极了 所以说这竞技太极的发展 应该在太极史上 应该是一个里程碑 应该载录太极发展的时辰 精妙的套路和音乐编排 精致的妆容和服装设计 精准的高难度动作表演 竞技太极拳比赛 宛如一场华丽的文艺演出 赏心悦目 在这个赛场上 美是必须的 没有技术支撑的花旋绣腿 就毫无意义 童胸踢腿那个是312B加8 它的要求是旋锤腿要伸直 脚尖要触及前额 落地以后不能出现一次晃动 出现一次晃动就是0.1 这个难度就没有分了 还要漂亮 不能呲牙咧嘴地做 传统太极 它要求的是含胸八倍 含胸八倍的劲儿 可能会有一些过 但是竞技太极 它要求的那个是 亭亭玉立的那种美劲 女孩子们就不能这样走了 就有点太过了 所以它也是晨天坠 饶松腰脸屯 也是这种要求 但是你看就好像 我们说抱一个球 这么点的球也是球 这么大的球也是球 我们要把这个球抱大一点 撑得饱满一点 无故而无故急 不能让它太长 太大了就不是太急了 就不是这个球了 也不能太小 这样就没有看头了 这样就丑了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最美的角度 这个组合 这个呢 你得把它做清楚一点 但是你说想这个动作吧 全国有的是 但是你要说 想这种动作 全国可能就少 让我再做一个 您看一遍 好嘞 一套动作呢 大概三分钟到四分钟 这里边有的时候 这个动作变化 特别是好多后边的 陈氏动作的发力 为了上气氛 是吧 为了增强这种 这个观赏性 它要上气氛 就运动员确实 要付出很大的这种体度 有时候我们运动员 一套下来以后 心脏四周 可以达到180多次 180次以上 所以说这是 传统太极是不能有 竞技太极 应该是对于人员的心理 和身体的一个极限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可一体化》 是吧 我们还得注重 这个科学的医疗救出 生在中国 我就觉得很幸运 因为现在 中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 我们在这儿 就是局省体质 因为全都是国家培养 省里培养 有累了 有理疗师 比如说放松呀 按摩呀 水疗这一类 这都是完全是保障我们训练的 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很好 才能塑造我们一个冠军呀 一个高水平运动员呀 每天训练完了之后 要注意那个兵赋 咱们尽量的就是减少损伤 省得要扎这么多地方多疼啊 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给你拔针了啊 好 谢谢陪珍珍 正好睡会儿觉 单腿支撑 白腿收腿 用手术 手臂跟腿向远处伸伸 我从05年来到省队 然后到现在已经12年了 然后每一天都要过来扎针 嗯 因为运动员确实挺不容易嘛 因为我们有好多难度 难度动作旋转的呀 摔差的呀 因为竞技嘛 突出高难心眉稳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家常便分 有伤那是肯定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 嗯 即使是有伤也要天天带病的去训练 嗯 有伤要积极去治疗 然后 嗯 治疗完了 接着脸 运动员勇于拼搏 乐于奉献的专业精神 训练 科研 医疗 一体化的科学保障 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体质优势 多为一体地 推动了起步较晚的河北竞技武术 弯道超车 后来居上 竞技太极拳也脱颖而出 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始终坚守一线的卫星焕和王印宝 对于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荣耀 刻骨秉心 在一至八运会 河北在全运会历史上没有冠军 更没有世界冠军 也没有亚运会冠军 第九届全运会 2001年 我带领河北武术女队 当时取得了一金 一银 也是河北省的手机 全运会的手机 2007年年初的时候就成立了太极组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是有两位世界冠军了 一个是越雷军 一个是居民心 还有七八个运动员 取得了一些成效吧 这位俊老帅气的小伙子就是河北武术队第一位太极拳世界冠军 月雷军 2014年第一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在中国成都举办 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97名运动员通场禁忌 16名运动员身批国字号战袍代表中国出赛 月雷军就在其中 特别感谢队里能给我这个平台 让我去闯 让我去代表省 代表国家去比这个比赛 备战期间其实是最不容易的 因为当时也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 其实状态不是最好的 每天晚上我都是自己去 尽管去继续加练的 然后可以说和队一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每天结束之后都是往队一那跑 用一些方法给我放松肌肉 然后治我的腰膝盖 每天都是如此 首届太极拳世界锦标赛举办地 选在中国意义深远 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 以现代竞技的方式告诉世界 越雷军信心满满地走向了赛场 准备我上场的时间 当时是没有声音的 就有一个小女孩 喊了一句中国队加油 非常稚嫩的声音 一个小女孩我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全场都跟着喊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油 突然我感觉不是压力感 是使命感 我必须比好 没有理由比不好 我真的是代表中国出战了 就是这种感觉 站上领奖台 国歌奏响的那一刹那 自己的心头一震 感觉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特别的骄傲 特别的开心 军人列队 然后给我们生的是我们中国的国旗 在中间 在最高处 是这样一种感受 特别棒 然而走下领奖台的世界冠军 所面对的 并非鲜花盛开的阳光大道 因为伤病 正值当打之年的越雷军 不得不离开赛场 告别专业运动员生涯 从此 他不再是流光异彩的舞台上 那个最亮的焦点 我的腰伤是在18岁的时候 照片子的时候诊断出来的 运动员是提前预知了生命 预知了青春 本该活蹦乱跳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带着伤病了 这点说起来又哭又笑的 走上领奖台 走下领奖台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转换 现在算是走下领奖台了 一切从头开始 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也是和体育事业有关 而且还是和武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还等待着我再去发展 再去挑战吧 又是一条新的道路 王彦平首先 我要求的是 按照职业运动员的精神去训练 完全的把每天的训练计划 高质量的完成 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流汗 做到成功的完美的完成套路 去比赛好吗 我一定努力 并持全运会民健康中国的理念 十三届全运会把太极拳等 十八个群众项目纳入其中 我要上全运的群众海选 把全民健身的热潮推向了费典 武士太极拳传人王彦平 过关斩将 幸运地拿到了全运会的入场券 开始了在河北武术队的魔鬼集训 所以说 这是咱们 转的时候 你转的时候 你转的时候 你不能说老用脚背 脚背这样不行 先提一下腰 腰往上提一下 然后再沉下来 就不容易失误 不是看着是转脚 实际上是用腰带脚 用腰带脚 对了 你这样以后 它就稳了 对对 这样就稳了 像个长后指一样 但是你不同 它破不了 像我练了二十多年了 感觉这个一练 听王烈一说 不会练了 像我们传统的 像这个腿的要求吧 其实它踢到跟腰平就可以了 但是竞技的不行 竞技的踢起来 必须给肩平 这是一个难点 再一个 还是刚才说的 一种表现力 要彰显出来 它也不单单是 因为这竞技的 不单单是一种健身的方法 它还有一种就是 像更高的追求 一种美的体现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对于已经年过四十的王烈平 经济厂商的美 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概念 而是若干无情严苛的数字硬指标 降体重就是每天避过的一关 来的时候是一百四十多斤 那时候就 卫廉也是一直一直说 一百遮千愁 一胖毁所有 你要说脱胎换骨 确实是瘦了很多斤 尤其是她的另外一个姐妹 王少军 这个王烈平也降了十来斤 王少军呢 降了二十六斤 在短短的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练完之后 就这个腿不是自己腿的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半夜就难受了就醒了 醒了之后有时趴在那睡 有时候实在不行了 下来地活动活动 然后再躺那睡 那时候感觉是 反正是对自己 感觉也挺佩服的 熬过来了 十三届全运会女子组 五式太极拳四十六式比赛 共有十名选手参赛 王燕平第七个出场 他顶住了压力 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 刚柔并济 将太极拳的精气神 展现得淋漓尽致 最终王燕平以9.33分的成绩 获得冠军 为河北省在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中 摘得首金 最后他们的精神 和我们职业的运动员的精神 是一样的 所谓河北省武术的精神口号 就是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最后他们自己也在高喊着 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最终也是完成了比赛的任务 站到最高领想台的时候 那心情肯定是无比的激动 感觉这一切付出 换来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所以到时候我就想 把这种传统的太拳内在的东西 和这种竞技的外在的 然后结合到一块 打出那种让人一看 就是有一种行美感目 神美感心的那种感觉 2017年8月28号 第十三届全运会 进入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备受关注的女子个人 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 可谓抢手如临 未免冠军天津队的于萌萌 得地利人和 气场全开表现异常抢眼 加油 加油 巨文新的表演优美灵动 太极拳的神韵和竞技武术的高难 相扶相长 在艺术感染力上独树一致 她全身心沉浸在比赛的节奏中 享受着这方挥洒过无数汗水和梦想的舞台 真的是教练培养你不容易 就想把赛场也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舞台 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巨文新 以太极拳第三名全能第四名的成绩 为全运会之旅画上了一个不错的标点 从传统到竞技武术 从专业比赛到全民参与 从金牌战略到健康中国 太极拳运动的发展不断自我完善 改革创新 问曲哪得轻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在敞开胸怀兼收病序兼容病包的过程中 古老的太极拳必将与时俱进 生生不息 一年一度毕业季 邯郸学院的校园里 弥漫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青春豪情 我们今天是桃里芬芳 明天是社会动量 太极文化学院的六十名毕业生 如羽翼丰满的雏鹰 迫不及待地飞出校门 一世伸手 邯郸学院太极文化学院 2010年成立以来 已经培养了三届一百八十名毕业生 同学们 海阔平宇业 天高热鸟飞 希望你们能以实际行动 践行浅心仰德 勤勤修能 用心践行的校训 出发吧 向着诗和演发 谢谢大家 每年的夏天 都是学校毕业生离校的季节 作为一个老师 收获的季节 也是最高兴的日子 在海南学院 从领导到中层干部 到全体老师 到普通学生 每一个人都会打太极 一万四千多名学生 都要学习太极拳 而且太极拳呢 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必修课 太极拳不及格 是不能够毕业的 同志们好 同志好 现在开始下课 太极文化学院的院长田金龙 2013年 作为高层次太极拳专门人才 从扬州大学 引进邯郸太极学院 从山明水秀的江南 来到人地生疏的北方 转眼已经四个年头 用马校长的话说 是基于对太极拳的热爱和执着 是他们走到了一起 田金龙老师呢 是我们国家第一届武术博士毕业 上海体验毕业的 而且他也是武术世家 他从小都练武 而且这个对太极拳呢 他有很深的一个造诣 那么他来了以后 就是对我们这个教育队的建设 应该说是提高了一个档次 今天我们讲打练和一 这个打练和一就是我怎么打 我就怎么练 我怎么练也就怎么打 所以我们练套路的时候 就是为了知道我们怎么打 我们来增长我们的功夫 所以我们怎么练 在运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检验我们的套路当中练的动作 是不是规范标准符合我们动作的要求 来看一下 传承经典 虚硕引领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太极拳专业人才 这是我们对我们学院的发展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所以说我们一个古老的一种文化 如何融得到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必须要能够和现代社会能够接轨 那么这个接轨的方式就是要依赖高等教育 完成它的一个现代教育理念下的一个学术化的过程 一个人才培养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才是一个古为经用 中凯强 霍振玉 王征是太极文化学院2017年毕业生 三个小伙伴同创四年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在赛场上相互鼓励 在课堂上一起切磋 友谊的小船顺风顺水 毕业的心情一言难尽 非常激动 也非常心酸 因为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四年 每天早起到傍晚 基本在咱们学校每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比如太极光场 小树林 老操场和新操场 以及太极管 推手管 和小竹林里面 处处都留下我脸全的踪影 我自己在这四年当中的付出 可能我对得起了这四年 我自己是有所收获的 我没有说我去虚度光阴 我去玩乐 我是真正的用自己的努力 我做到了 突破了自己 收获了自己 肩外起手 上步 左手搂 移动心 右手搂拳追 作为优秀毕业生 回顾与太极拳相伴的四年 他们充满了学业有成的自豪 每一份成绩单都流光溢彩 而成长的刻度 不仅由专业的成绩来衡量 还有内心的强大和心智的成熟 16年17年 连续两届 都是在河北省大中学生武术比赛当中 获得太极拳冠军 在河南交座国际交流大赛上 拿到了武士太极拳的第一名 在咱邯郸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当中 获得了武士太极刀的一等奖第一名 专业成绩也是在年纪也是名列前茅 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当初第一次站在比赛场上的时候 可能会切场 然后不敢上台怕发挥失误 下来会有一个反思的过程 然后说我自己哪里需要欠缺 我哪里需要弥补 再到下一次比赛 你自己完全会用一个成熟稳定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东西 我觉得自己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义气挥斥方球 练武的孩子各个伸手矫健敢于表现 在学长和学姐面前 这四位大二的同学明显多了几分天真的孩子气 两年前当他们揣着录取通知书 从天南海北来到邯郸 成为太极文化学院的一名新生 对于太极犬基本还都是一头雾水 关于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 也是五花八门 我家是刘宁刘阳那边了 我是从内蒙古来 霍后特市 我家四川眉山 要坐火车的话得一天 24个小时 坐飞机快点 但是太贵了坐不起 当时我妈说她没考上大学 想让我实现在考大学的梦 然后莫名其妙就来到了这个韩南 开始我的太极生活 因为我本身练太极闹的嘛 我以为会有太极闹的 结果没有 然后我说那就武术吧 然后就是选来选去就学那个太极拳 其他的都太普遍了 像我们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嘛 然后就是本科院系太极拳 然后感觉来看一看 从初中开始就接触武术 那会因为看那个动作片武打电影 看里边动作特别帅 那个腿一翘就能翘老高 翘到自己后边 能踢到后边 然后就特别帅 然后自己就开始模仿 然后到这以后 就一些训练课呀太极课的话 老师都比较看重我 完了我也起着 算是有点起着带头作用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学推手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太极拳从民间传承到高等教育 大学的诗者 将向这些未来的传承者们 传播一种怎样的学术理念呢 帮助他们对太极拳 要建立一种怎样的科学认知呢 那么这个太极拳可能我们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 叫挂打 再来说啊 重心没了 所以在这时候过来 在对方 太极拳实际上它包括两层意识 一个就是自我修炼 就是要把自身训练的一种最完美 最和谐 那么这种训练本身来讲 它就是有业身心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看重太极拳的养生 太极拳里面有一句话说 毛笛欲重 你想一个毛笛七八十岁的老人 能够打败小伙子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敏捷 非常有强大的能量的 这么一种精神状态 所以这个才叫做养生 我怎么样培养自己 把自己的本身本源的力量 把它给调动出来 另一方面要讲的是它的季节 我们这种本身的能力 所具备什么样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特征 就是具备有空的特征 再看一下 它起空 为什么动作摔这么好 你看 看这个动作 起空了 起空 所以在近身的一瞬之间 可以制造很多空点 制造很多空点 让对方在入空状态下 来打劫对方 所以说如果对方一定不怕了 你就可以用拳力打 不同于大多民间求学拜师的弟子 目标明确 心智成熟 懂得拜入师门求什么 得什么 刚刚刚迈入太极学院校门的大学新闲人 对于专业 基本处于懵懂 模糊 甚至 抵触气 老师的引领 对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钻研的热情 格外重要 架子不整 用杆子叫 所以练杆主要练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个练出那种整劲 第二个呢 练出那种合劲 绷劲 钻劲 这老师一共就 那这两三下子 您能不能教我点别的呀 这个太枯燥了 不不不 咱们太极杆是有套路的 像五式太极是十三杆 十三杆是有套路的 崩 挑 合 按 筒 都在里面 有蓝 有结 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杆子呢 既是一种辅助练习 同时也是一种实用的器械 所以它是太极的长器械 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 真正在技机的过程中 这个杆也能用 老师看来以后 我真要好好练习太极杆了 是 就是练太极杆和练其他的练套路 练器械都是一样的 刚开始练 感觉到比较枯燥 其实你练进去以后 你才能够感到这种通达 这种舒适 这种通透 把这些东西练出来 所以说就是不管练什么 都一定要能够坚持下去 能够耐得住寂寞 这样才能够一直练到 你身上有了东西了 你自己的感觉就有了 著名教育家梅以琪说 所谓大学者 非为有大楼之位也 有大师之位也 大学实行通才教育 主张健全人格 有教授智校 有学术自由探讨的风气 大学仿佛静水流深的清泉 浸润摩缩着美丽 怀抱当中的石子 寒来熟往 同学们不但学业精进 也开始感悟友谊 处世 人生等广泛的命题 但是学上之后 感觉很帅 感觉特别帅 因为每个动作 就是胎育拳 包括就是定式的时候 是非常慢的 然后就是特别沉稳那种感觉 但是一动起来 那些发力动作 什么动作之类的 感觉是在浑身都在动 包括身体里那个劲也在动 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训练完了这一天 然后站在门口 因为衣服都湿透了 然后比谁拧的汗水多 然后就跟水龙头似的一拧 出来了 那个时候只有感谢 感谢对方能陪我 陪我出这么多汗 陪我一起增长我的功夫 陪我一起很枯燥很乏味的去练 我感觉泰拳真的挺神奇的你说 可以让我平行静气吧 以前就体育师嘛 有时候火气比较大 干事比较不经脑子 噼里啪啦给人一顿骂 但是现在想 这挺乐呵的是吧 你说假如给人动手了 你说打伤了 你得给人赔钱 挨大了你还得住院 但是现在了也明白了 做事没有那么大的火气 因为谁也不欠清明气和比什么都好 也能说清楚是何乐而不 是吧 要说的神奇点吧 就感觉 就一场太极就好像一场人生 有起有福有快有慢 有大起大落啥都有 有动有静 就那种感觉 就好像一场人生 学习比赛社会活动 经过饱满充实的四年大学生活 他们信心满满意气风发 作为太极拳专业的毕业生 他们的青春与成长 已经落上了太极拳的印记 在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 也处处彰显着太极春风话雨的影响力 其他目标就是当一个教师 人民教师 能够从校园里 使孩子们从小开始接触太极拳 了解太极拳 我考的研究生学校是沈阳体育学院 我所报考的这个专业 是民族传统体育方向 下属的太极拳专业 选择填报了国家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就是希望从点滴做起吧 就是从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 能使太极拳传播到更广 可能我要会面对一些生活条件 然后环境这些困难 然后作为自己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然后也同样选择去帮助一些别人 或者是奉献自己 我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向给太极拳 如果让我练拳的话 可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 不让我娱乐 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 全部贡献给太极拳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 一定要把太极拳 练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状态 海南学院2017年中国武术太极拳断位考核 现在开始 书山有路 秦没进 大学四年就是不断攀登的过程 武术断位制考试是他们应该翻阅的一座山 2009年中国武术断位制系列教程全球首发 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大众回归传统武术 加强传统武术的标准化建设 这标志着中国武术 像餐饮业的肯德基麦当劳 武术界的跆拳道空手道一样 确立了世界统一 是于全球推广的统一标准 那么目前我们海南学院是可以受到四段 我们的毕业生 优秀的都能获得四段的资格 那么你在三段以下的时候 你还只是一个初学者 你打到四段以上 你有了教权的资格 这是国家证书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段位 练打合一是武术断位制的技术核心 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技术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可以自我研习 两人切磋 实战对抗 可以强身健体 愉悦身心 修身养气 这种融多功能与一体的鲜明的技术特色 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根基 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武术的贡献 因为专门中国传统武术就讲究 我怎么练就怎么打 怎么打就怎么练 特别是当今社会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 武术在这方面打练已经分离 由于分离以后 导致了许多技术上的偏差 那么这个偏差 我们现代社会需要 要对它做一个弥补 所以技术它应该有它的规范 和它的标准 段位制通过打 踢 拿 靠 摔 这么一套体系建立下来以后 它是基本上表达了武术的技术元素 和它的创编的这个理念 大家会逐步地认识到段位制 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太极拳文化博大精深则无人类 它传许了武学的忠勇与血性 承继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灵 又继承了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哲学与智慧 并永远澎湃着格固定心 与时俱进的激情与力量 新时代的传承者 风华正貌 青春正好 他们将铭记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不忘本来 面向未来 集取中国智慧 弘扬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价值 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和影响力 不断创造中国太极权文化的 心挥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aring City нитà 简单